歡迎收看樓時事件 我們先看看最新一期的CCL 報141.11點 按週微升0.21% 中斷了六年跌回穩 今天我們很高興 除了有私生在 亦邀請到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黃美鳳小姐 來跟我們一起談談一些息率的情況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美國聯署局7月31日宣布最新的議息結果 1月預期維持利率不變 但市場普遍預計美國會在9月開啟減息週期 甚至一直減到2026年 Ivia 你的預計又是怎樣 香港有沒有機會回到以前的超低息期 美國的議息聲明都有為9月減息鋪路 當中他要強調他們會依據通脹走勢和就業市場的數據 但我們看到最近美國的就業市場有貨慢的跡漲 所以我們估計 如果接下來通脹走勢沒有反彈的話 其實9月的減息機會都很大 我們看到這次美國的減息週期會相對溫和和逐步性 暫時看數據的預期 應該一年內可能減息的幅度 會去到1厘至1厘多的減幅度 其實減息期如果沒有什麼經濟數字 即是說是配應到的話 應該會一直減到2026年 暫時估計 其實聯邦基金利率 會由現在高達5厘多的水平 可能會去到2026年的2厘多的水平 但至於你說會不會去到以前一個極低息的水平 要留意 其實過往美國都是 惡於一些金融危機 或者COVID時期的經濟危機 是取出一個極寬鬆的貨幣政策 當時的聯邦基金利率 一度是去到0水平 但現在來說 要留意美國現階段會根據經濟情況 去實現利率正常化 即是由利率偏高的水平 去到一個中長線的利率水平 可能用家方面都有一個預期 按息方面未必會去到一個極低的水平 可能去到離幾的水平 但暫時來說 減息期代表息率會逐步向下 可能在初段來計 去到夏天的時間 息率已經會 基本上很大機會 已經花回到3厘多水平 其實以往減息期 一些過了佛息期的業主 都會考慮轉案 賺現金回贈 其實現在這個做法 還有沒有什麼好處呢 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你說今年來說 其實銀行提供的轉案優惠 其實跟以往是幾截然不同 因為現在來說 銀行對於轉案的客戶 基本上是不再提供現金回贈 所以對於業主來說 如果純粹只想為了賺回贈來轉案 這方面暫時來說 就不太行得通 現在的轉案需求 主要是一些實質的需求 例如你在發展商做了一案 低息物預期就快過了 需要轉到銀行 省回利息 即是用回銀行的利息 又或者你需要做轉案物業套影等等 這些實質的需求為主 其實現在這個情況 你對於近期想借案揭的一些業主 有沒有什麼建議或貼士 我會很建議現在的案揭用家 特別要注意銀行 提供案揭計劃的時候 有沒有提供一個 案揭存款商連計劃 即我們稱為Mortgage Link的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銀行會提供一個 比較高的存款息率給客戶 存款息率跟按揭利息一樣 即現在差不多是4.125 你可以透過一些日常儲蓄 或者做生意的人大壓資金停泊 在戶口裏面 可以透過一個很高存息的收入 去抵消按揭利息支出 抵消 即我們稱為對沖按揭利息的工具 是很好用的 當中也不會有定期存款 會有捆綁資金或新資金要求 也不會有捆綁期 彈性相對大很多 所以要留意 在你選擇案揭計劃的時候 如果銀行有提供 案揭存款商連計劃給客戶 就好好善用 這類的計劃有很好的省息效果 芝莎 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的經濟都一般 樓市都反覆向下 有些飲食集團甚至陸續刪減分店 大家的心情可能都一般 但其實奧運港隊最近都陸續傳來一些好消息 成績都是由始以來最好的 很多場都是逆轉的賽事 都鼓勵了我們 無論何時都無輕易放棄 要繼續堅持 說回樓市 你對於減息 對於樓市會帶來多大的轉機 有甚麼看法 先不算很同意你說 香港的經濟一般的 香港的經濟其實 第一季有增長 好像2.5度 第二季增長是加快的 去到3.3度 我數字不太記得 但增長近是事實來的 香港的失業率又低 而工資亦都有上升的趨勢 你說的是飲食熱 或者一些零售熱的境況 這些情況是比以前是略有退步的 但是剛才說的零售熱、飲食、旅遊 其實佔GDP的比例就不是那麼高 香港的經濟增長 主要是看金融、專業服務、貿易、航運等 因為中國的製造業仍有一定的競爭力 所以中國出口在世界上都是有需求的 所以香港在轉口貿易那裡 其實這幾個月都有幾好的表現 在這個基礎上 我覺得很難同意你說香港經濟是不好的 香港經濟其實是好的 如果不是,租金都沒得升 你應該有留意到 雖然樓價下跌 租金是上升的 租金上升代表一般人的負擔 住屋的能力是有上升的 不過就是因為市場上悲觀的情緒比較濃厚 加上可能有些銀行在按揭上不算很積極 有些客戶去做按揭 銀行又說額度用滿了 或者對日式的要求比以前嚴格 所以他們借錢遇到一定的困難 才有些人轉賣遺租 但是轉賣遺租 這些都是反映市場有剛性需求 而這些需求的負擔能力 都是一直上升的 租金我相信都升了一整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樓市不應該會出現 市場上有些說法 斷崖式下跌 我在做地產這麼久 很少在經濟向好的情況下 因為樓價就找不到支持 所以我自己看 因為我們看市場 不可以只見到跌就看跌 見到升就看升 市場是一個會轉化的 現在市場上幾個主要因素的轉化方向 都是對樓市是利好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剛才說人的負擔能力上升 另外利息有機會回落 而空置率都不是很嚴重 在供應上 發展商已經調整它的發展速度 它現在都不會這麼急要起出來 新的土地它又不積極去投 即未來的供應會減少 未來的供應會減少 負擔能力上升 需求又確實存在 樓市其實是如果朝這個方向去 是會由跌轉回穩 由穩轉回升的機會大些 即是剛才說利息下跌 利息下跌會出現什麼境況呢 利息下跌到一定的水平 就會出現存款在銀行的收益 不及買樓收租 因為租金上升 租金回報率又上升 加上前一輪樓價調整 回報率就會越來越吸引 現在你投入銀行 利息開始下跌 有一個時期是4厘多 全美金是5厘多 現在你普通不是很大額的 只剩下3厘多 3厘多和租金回報率不相差太遠 而租金回報率會上升 利息收息 存款利息會下降 香港人如果有記憶的話 曾幾何時 存款在銀行只有零點多利息 一厘都沒有 你變成租金的收入 就會吸引過存款在銀行 還有現在你存款到銀行 存得越久利息越低 兩三個月利息高一點 半年又低一點 一年更低 即是息口會下跌 這些轉化第一個影響就是 錢放在銀行也好 因為買樓收租也好 買樓收租也好吸引會越來越升 另一個變化就是 如果利息一直下跌 供樓的負擔 就慢慢會減輕 租樓的負擔 反而會加強 你整整整你會發覺 供樓比租樓輕鬆 不如不要租去買 買了之後 陳樓公公下變自己 租樓的陳樓永遠是業主的 你一輩子都要租 你變成自己 你出糧就全部自己花 租樓起碼都拿兩成 給月主洗一下 所以我認為 發展下去 如果利息減的話 買樓的人會增加 租樓的人會轉去買樓 這些因素都是 現在市場上轉化著的 轉轉轉就會對樓價有利的 我自己預期 今天你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已經是轉跌為升 雖然升的不是很多 但是都是一個象徵式 有一個變化 我自己看 7月份 指數都是跌的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經公佈了 所以遲些你看到 測向物議股價處公佈的數字 都是跌的了 7月份 但是第三季 我估計有機會見底回升 起碼第三季 企穩 第四季反咬上的機會 都很大 所以大家對後市 就不需要看得太悲觀 剛剛先生你也說了 可能第三季的情況 預計是怎樣 其實你剛剛也說到 現在都7月尾 其實整個24年 下半年 你有什麼預測 或者大家要注意 即是我今年年頭都說了 有三個因素 會令到2024年的樓市 峰回路轉 第一個因素出現了 就是撤垃 撤垃之後是有反彈的 而且反彈也很強烈 但因為撤垃之後 雖然內地人都可以來 香港置業 但資金下來香港不容易 需要時間 那個彈員已經沒什麼力了 下一個會令到樓市轉勢的因素 就是 減息 除了剛才IP也說了 連儲局的傾向 如果是通脹受控 周熱市場又不是好得那麼厲害 需要刺激一下的話 會開始減息 還有一個因素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美國可能下一個上任的總統 特朗普對利息的態度是很鮮明的 他就覺得連儲局應該減息 去令到經濟好一點 所以如果特朗普上台 他人內利息會跌下去 那先生第三個是甚麼 第三個因素 年初我說要看中國的經濟 中國經濟 其實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打壓 其實壓力很大 但是中國製造業亦都很厲害 中國出產的產品 性格比較高 變成在美國不賣 也有其他地方賣 所以中國如果出口有增長 影響是會有些 但是如果中國繼續有外循環 香港是會分到一杯筋 剛才我說香港經濟好轉 都很大部份是由中國的出口強勁所帶動 如果這方面的因素繼續利好香港 香港的整體經濟不至於太差的話 樓市亦都會轉化強一點 所以設立、減息 加上中國經濟的好轉 香港的下半年的樓價 是有機會止跌回升 當然這些因素都在說變 大家要密切留意 不要只聽我說就順以為真 今天感謝兩位的分享 令大家除了減息期待 還有其他因素可以留意一下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現在解決定 在梳母的交流 從頒上 可以下 κι 從頒上 我剛才是有機會 我先嘰到 你問我